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老师是2021年教师程系服务奖的获奖者嘛 那么对此您有什么感觉吗? 其实一开始我是没什么感觉的 不过后来有一些感慨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五年 对于第一份工作可以有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我是很感谢的 也感谢学校对我的认同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 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其实都很少保持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尤其是我们常说 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比较没办法接受工作上的压力 他们一直想要改变 那我对自己能够坚持下来 然后也对于学校可以给我这样的工作机会 我感到非常的感谢 可以看出来您是位比较可以坦然接受一切 并坚持的人 那么想请问老师 当时是什么机遇 促使你走上教育这条路的呢? 其实我会步入这个行业 是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事情 进入了这个行业后 我遇到了一些贵人 他们对我的影响 也坚定了我想要在这个行业 继续发展下去的想法 接下来我想介绍几位 对我成为教师影响比较大的贵人 有陈强华老师 许志明副校长 庄秀副校长 以及理事人董事长 首先我想介绍的是陈强华老师 他是我中学时候的华文老师 在我读中学时期 我和强华老师的关系蛮好的 平时在休息时间或放学后 我们会去老师的办公室跟他闲聊 然后老师有时会泡咖啡给我们喝 有时候还会陪我们一起玩闹 这样的私生关系 其实给了我中学生涯 带来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让我觉得这样的私生关系很开心 这样的影响 也让我自己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 带来的观感其实非常的美好 我也会不自觉地模仿老师这样的一种私生相处方式 不过后来强华老师过世了 当时我仍在台湾读书 没办法回来 我当时的心情是不太好的 只是很无奈 但也没办法做些什么 这一种遗憾 我觉得它对我有产生一定的影响 也成为我在教育这条道路上坚持的一个决心 接下来 我要感谢副校长及庄校长 我曾经都是他们的学生 当时候我作为刚入职的老师 他们愿意让我参与学校的各种活动 也愿意包容我 当时作为新手老师的许多不足之处 那些经验让我得以快速成长 所以我十分感谢他们 我还需要感谢理事人董事长 其实当时在庄校长的帮助下 我成功申请到理事人董事长的代学金 有了这笔代学金 我才能在2012年上大学 不然的话 我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升学 我很敬佩理事人董事长的大爱精神 因为这笔代学金是不含任何利息的 有了这笔代学金 我们才能继续升学 不然有许多贫穷的子弟 会因为经济的问题而无法继续升学 总的来说 我很感谢我可以遇到这么多贵人 因为这些贵人的帮助 让我可以坚定地 想要继续走在教育这条路上 看来是有多方的机缘与帮助 成就了您成为一名教师 那请问您本身的性格有给您的为人处事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由于我的性格比较独立自主 所以其实我还蛮喜欢一个人的生活 我不太介意他人对我的评价 因为我认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应该受到太多外界的影响 而改变自己的生活品质 不过在公司上 我比较偏重法家思维 可以说是比较重视纪律性 制度性 以及合作性 在自我介绍中 您有提到 您是从中正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嘛 先又兼任历史科主任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历史呢? 因为我从小就接触传统名著及历史小说 所以我后来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了历史 到了大学的时候 我选择了历史系就读 也因此 在回来计划读中任教的时候 学校安排我当历史老师 那您对历史有什么独特的见解 或教学方式吗? 我希望提供学生不同的思维角度 因为历史只有客观的事实 但它的解读却是主观的 我希望学生可以通过这样的训练 在未来的人生 可以用多元的角度看待事情 多元的看待事物 确实是人们不能缺少的特质 那在成为教师的这七年来 您和学生的关系如何? 我和学生的关系其实还不错 我对学生不会有太多的局限 不过上课还是有上课的规矩 下课后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 一起吃饭、打球 尤其是去年的毕业生 我和他们的关系会更好一些 因为他们是我从初中就开始教导 一直到他们高三毕业为止 看来您和您学生之间的关系很不错 在有明确设身界限的同时 也依然可以成为朋友 最后想请问一下老师 您对您的成绩、现在和未来 有什么想法和感触吗? 我十分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贵人 不然今天的我就不会有这个机会 成为一名教师 当然我也希望未来的自己 可以成为一名更出色、更好的老师 给同学们更多的帮助 最后我也祝福同学们 在未来的道路上 不管是好是坏 都不愧于曾经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这四个携带的核心思想 谢谢老师 谢谢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决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